中国国航班机动向引发国际关注 因为上面可能载着靖正恩 全球航班追踪网站上发现 这个月8号一架国航CA121班机 下午4点20分从北京飞抵平壤 10号又从平壤飞向北京 看似正常的往返航班 但这架编号B2447的波音747客机 存在着习近平李克强等高层出访 加上金正恩古董专机苍蝇一号 最大航程5000公里 要飞新加坡实在太勉强 而先前就传出金正恩造访大连 就是要跟习近平借飞机 9号另一架国航CA60航班 从平壤飞抵新加坡 加上金正恩可能入驻的瑞吉酒店前 出现北韩领导人坐驾 怀疑可能是北韩先遣团 先为金正恩开路 从路线上来看 这架A330客机平壤出发后 先进入北京空域 切剥中国沿着越南等共产伙伴 下午4点22分 抵达张义机场 今天一早 从平壤起飞的国航编号B2447 波音747客机 可能寻同样路线 将金正恩再去新加坡 在加拿大参加G7峰会的川普 也提前离开 预计从魁北克直飞新加坡 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今天也将看金正恩见面 明天再会川普 穿进世纪峰会 持续占据国际版面 三天新闻上的